學生和議員一起站出來 呼口號要支持烏克蘭 不過他們原本是想要在雲林的公園 舉辦像月初由立委在北港 舉辦的深圓烏克蘭活動 但現在因為借不到場地 辦不成 讓議員質疑雲林縣府市在刻意打壓 議員說這些學生原定是要在三月十二號舉辦活動 但是向縣府申請時 對方卻已沒有提前申請和資料不齊全等理由駁回 讓學生們很受挫 會有一點覺得蠻沮喪的 不論從雲林縣政府的做法 想要深圓烏克蘭有這麼困難嗎 不過雲林縣的公務處回應 主播單位是有來詢問要阻解公務員 但只有口頭詢問 也沒有準備該有的書面資料 以規定無法受理 他根本沒有真理他來問一問而已 縣府強調之前立委在北港舉辦的聲援遊行活動 當時主管機關包括警察局和公所都有核准 但這次是在公園裡面依照自製條例 必須向公務處申請 如果對方準備好資料一定會依法通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